《逆中求变》 盧伯长牧师 各星要不断前进 尝试每个身高度 各星首席总干事盧伯长牧师 视逆境和困境为机遇 就像一个跨难的运动员 不会畏惧面前一度又一度的障碍一样 或者就是这种的态度 使得不同岗位的各星人要检视现状 寻求新的可能性和突破 过去一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龙牧师眼中正是逆中求变 寻求突破的大好机遇 首先改变的是一些服务的重整 扮了多年的幼稚园需要结束 转型变成圣经故事屋 这可能是一个忍痛的决定 但龙牧师发现新的安排 有助资源的运用 管理更加集中 圣经故事屋 只是众多改变的其中一项 还有发展网上的事工 与我们的生命教练 就是一个已经看到的果效 听阿易牧师说 就是负责生命教练的负责人说 其实我们很好的 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在网上做得到 已经去到有几百个学生 從幾十個學生去到幾百個學生 我們的國星宣教士學院是一樣的 我們本來是對著十幾個學生 但是因為這個Zoom教學的習慣 我們將來其實是可以更加的開拓 一個網上的教學 另一個更大型的發展項目 如箭在言 盧牧師形容這是疫情中的大突破 就是一個營地 名叫Eddie Farm 營地佔地80畝 我們那些賭場在我們的社區裡每天都有幾班車 是載那些中國人進去賭場賭錢的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的 就是看著他們這樣車車的進去 我們這次發現我們有這個莊園 其實是可以做到這件事的 但是我們有部分可以讓一些社區的人 家庭可以進去一些活動的地方 跟他們傳福音 或者有些基督徒很想他們的父母傳福音 就送他們進去可以吃得很好的東西 吃得很好的活動 我們就想著希望會做到像那些 郵輪那樣 Cruise那樣 就是那些很好的 中國人很喜歡吃的 那我們就給他們一個很好的食物 和很好的活動 亦都可以在那裡伸展一下他們 在疫情之後的那些運動 盧牧斯在39年前創立基督教覺醒報道團 身為創團之父 當然對這個一手臭大的機構有深厚的感情 他還說覺醒有一個很獨特的性格 我們整個機構的philosophy 都是不斷去前進的 它是不斷去嘗試 每一個新的高度 這個機構有這個性格 我希望這個也是一個不斷的 應該有的性格 它一方面有很多堅持 它的價值 它各方面有很多堅持 但是它又很有彈性 這個機構 你不知道將來再 你站在一個40年這個基礎上面 你再發展到50年又會變成怎樣 你又站在50年的基礎上面 你去到60年又怎樣 你越來越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不過這個全部都真的跟人很有關係 所以我為什麼要建立這個國星宣教士學院呢 其實就是希望將這一類這一種的 精神啊 或者信念啊 或者這個性格呢 是一路推遲出去的 我記得我們慶祝國星30周年的時候呢 就是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就是過去30年呢 真的很多很精彩的事 那我就慶祝30周年的時候呢 我就定了一個主題 那個主題呢 就是在來精彩30年 那麼轉眼呢 2022年呢 就是10年了 我們1982年成立的 所以我們2022年就是40周年了 那就是從30年到40年呢 其實是很多精彩的事發生了 希望盧牧斯的想法 主若願意可以一步一步的實現 而國星不斷前進的精神 信念和性格可以延續下去 有更精彩的50年 60年 70年 現在 請問事情 是3 hanya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